精靈攤牌的這個問題是全球的選學裡頭 2022年我們才公佈 2050年我們的路線策略等等 那我們要怎麼跟台灣接軌 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加油 所以各種方式 電動機車的部分 我們也用了一些很努力的在做 而且年輕人大概幾乎三個有兩台 那我們各種方式去達到這樣的一個成效 但是我們看到電動機車的部分 112年我們看到去年度 我們的成效在這四項的指標當中 請說明我們在電動機車的部分 7.1億 以及你能源補充在922在1.8億 你試乘的部分呢 補助3500家的2.1億 你的維修工具建置4500家 2.2億 現在目前的成效如何 請告訴我比例 委員好 那因為委員提這個 我們這個都有在積極進行當中 那相關的 你告訴我比例 比例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會後再給委員 成效不張 沒有沒有 這個其實都用的 你當然要會後給我 我知道你現在打不出來 院長 我提出這個意見 也就是一個有違的政府 你任何的政策提出 你應該要去追蹤 他的成效是怎麼樣 不好的我們趕快加加 好的 我們要趕快 怎麼樣去推廣 認同這樣的觀念 但是 你現在要求112年目標達成的執行狀況 這個詳細的數字 給我們部長有一個時間來盤點再跟您報告 這樣比較合理 我也願意接受你這個盤點 你真有做得好 你知道答案 那接下來要把數字給本席 113年你強化鼓勵購買電動車 現在一台是補7千嘛 是 本來是說113年外 我們一直說你還是要補 努力嘛 所以你也從善如流 對 我們繼續補 但是本席希望 在你鼓勵購買電動機車 以及增建能源補充設施的部分 你要去加強 你要去加強 因為112年絕對沒有你預算數 以及你預計的這個達標 所以去研議 哪裡不好的趕快去改善 好不好 一定要趕快去努力 因為我們不希望 年輕的孩子 我們鼓勵他騎電動車 但是呢 他要修車沒有地方 他要加這個電池沒有地方 這樣子對於我們年輕人來講 是不公平的 對於社會的淨零探訪也不公平的 好不好 我提出這個議題 我會繼續追蹤 請你把數字 以及你改善的方案給本席 沒有問題 不是沒有問題 你要努力去做 來院長 電價要漲人心惶惶 昨天我們跟部長在經濟委員會 我也感謝藍綠白的委員 全力的支持 現階段三百三十度 以下民生不能漲 院長 部長有沒有告訴你 下個月要漲價 下個月我們會開電價審議委員會 這個月要開 這個月要開 平均漲服10% 創下歷史新高 從來沒有三百三十度以下的 還要 你聽我 你聽我講 我好緊張 我的夜市怎麼辦 三百三十度以下 還要漲 會漲嗎 會不會漲 這要讓電價審議委員會 來看看他的公平訊 三百三十度以下 民生不要漲 好不好 不要緊張 我們會很 我好緊張 精細的來做相關的這個調整 院長時間到了 而這個相關的調整 東巡下巡就要開了 他們送出來的資料 就是要漲 三百三十度的民生用電要漲 你知道這個訊息嗎 審議委員會還沒有做決定之前 你知道經濟部送給審議委員會的方案嗎 部長還沒告訴你 院長不會知道方案 難怪你不會緊張 我知道方案我很緊張 昨天部長說 三百三十度以下要漲 而且要漲五趴 他還跟我說 如果要漲三十四塊 昨天是委員 委員 部長你應該跟我一樣緊張 因為你現在知道了 事實上苦人多的院長在那裡 這句話的原創人 所以拜託 我深深地拜託你 我拜託你 我 因為我們在基層 我們知道民生非常的痛苦 薪資沒漲 通膨的很嚴重 你要一漲連三百三十度的民生都漲 你知道嗎 你影響的產業會多少 你的配套做好了沒有 請教院長 如果真如經濟部所送出來給省議委員會的 你知道嗎 你有這樣配套做好嗎 請做說明 我們有相關的配套 當然有 我們要先說我們不準 而且很多的 我剛才講過我們會很精準的來調整 而且會考慮到他 我拜託你三百三十度以下 我給你求好不好 不能漲 現在就不能漲啊 你到我們夜市去看看啦 有這麼人這樣 沒有沒有 夜市 夜市其實在去年都創新高 部長 你還笑得出來 沒有 所以 我們不得了 你們還笑得出來 國內的內心 昨天我給部長 部長還笑 我說你不要笑 我們已經很痛苦了 我們很慎重的 已經告訴我要漲多少了 我 我可以回答嗎 請說明 我要跟在這裡很慎重的講 電費的調整一定會 考慮到民生物資的需要 然後會考慮到使得這個物價 也能夠不受到很大的影響 並且在不同的產業 不同的產業 我們會按照產業 他的現在的狀況 是比較強勢的產業 還是弱勢的產業 也做不同的更細緻的調整 所有的調整的過程 都會考慮到這一些重點 你都會考慮到 謝謝院長你的回答 我們的這個國防會主委 在前前天 我邀請他來做業務報告的時候 店家長的三大原則 穩定物價 你贊同吧 贊成啊 照顧民生 你贊同吧 贊成 兼顧產業 你贊同吧 贊成 就這三個原則 所以拜託 按照這三個原則 按照這三個原則 好不容易行政院統一版本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330度以下 我還是深刻的 非常誠意的拜託院長 330度以下的民生用電 現階段不得漲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 我 一向尊重專業 然後需要用專業的評估 才能夠知道多少 所以為什麼講店家審議委員會 而且店家審議委員會 這樣的機制 也是行之多年 好院長 所以本期要求 只看個人的喜好 來訂定店家 是不合適的 好 本期具體要求 這一個議題 我們有兩個結論 第一個本期要求 代表民意 民生用電 330度以下 請現階段不可漲 第二個 你要漲的 任何的相關的產業 你的配套措施 必須要拿出來 好不好 好不好 這件事情我不能夠答應 因為這個就是要尊重 現階審議委員會 你不尊重專業 您個人的相關 我沒有權力要求 你有權力怎麼做 但是拜託以民生為主 好不好 謝謝你們兩位成為主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 聪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